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上個星期說完儲錢,今個星期就要說洗錢 不是燒大家,純粹一個happy sharing 戰利品分享 最近這麼多promotion 覺得簡直不打開銀包不是人 買了賺了的感覺 所以很想告訴大家我最近買了什麼 如果你也有興趣想知道 喜歡看這一類型的開箱影片 開心購物錄的話,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分享,記得按訂閱和鈴鐺 還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有很多限時優惠,我買完之後都會放上去跟大家報料 我今天心情很好,因為頭部完全不用夾 就已經有這個彎 我的天生彎每一天都不同 所以有點開心省了很多時間 第一樣的戰利品分享就是一部新相機 很多朋友知道我買了之後都很想我拍開箱 但是一來我不是專業的 二來它不是一個新型號都出了兩年 所以我覺得特意拍一條影片又怪怪的 所以不如拍開箱影片的時候和大家 去過一下我這部新寶貝 我還是供奉階段未開出來用的 它就是Canon的EOS M6 Mark II 我一直以來拍片都是用Canon的G7X系列的 第一次買一部可以換鏡頭的相機拍片 它現在就在我手上了,是不是很帥呢? 有一個手握位,然後銀邊,然後看起來好像很專業的 這部的重量其實我覺得不是沒有的 但是也是接受範圍以內 如果你說出街拍VLOG的話 我想多拿兩三分鐘會手震 但是如果拍VLOG我還是會用自己原本的G7X的 因為真的輕很多 這個Kitset包的鏡頭是15-45 已經是很全面的了 然後它有熱箱位可以掛咪 然後在買相機的同一天 我去了Little Stardust時代廣場的新店 因為有一個開張優惠 就是原本它們的Mask大約68-70元一塊 我經常都分享的 當時是做5盒的10片妝 總之計算是47元一塊 每一塊是便宜20元 是不是不買對不起自己 雖然我已經有很多存貨 但是我都買了5盒的 幸好有朋友跟我分享了 現在就有些在我手上了 當日他們買的還會有一個環保袋送 應該不需要多說 我都經常經常跟大家說這個面膜有多好用 我還即場送了一塊給朋友 拆了一盒 他們新開張的時候 設計了兩個超可愛的水杯 上面有貓貓和星星的圖案 大家看到白色的部分 如果你放冰水在杯子裡面 它們會變成材色的 Skin Care這件事我最近真的買到停不了手 以下就是我在Bobbi Brown他們的官網看到一個限定套 所以這件事我真的買了很划算 大家如果有看我IG的分享 就應該跟著我買的 這裏三樣的貨裝才是$600 然後只這一盒的眼霜已經價值$700 是不是很划算 它們的卸妝油 這支是貨裝才是$200 原價都應該$360 是很好用的 為什麼我這麼久以來沒有介紹過呢 就是因為它太貴了 平時我覺得$300多這個尺寸 它很用是英份的 但是如果當特價的時候 大家真的要試 它是很乾淨不乾 然後不會說很厚很油膩 亦都不會讓你生油脂粒暗粒的 然後就是它們的眼霜也是很出名 我也打算試的 因為我有朋友跟我說 就是平時化妝的時候 你敷在眼底大約5-10分鐘內 然後再去塗遮瑕膏 粉底那些是很貼妝的 我打算試試看 然後還有一盒30ml的面霜 這裡一套這樣才$600 真的想不到不買的理由 我打算差不多了 誰知道優惠就是話來就來 之後就到Caudalie 那一晚我出完IG story之後 有多少人跟著我的節奏 入手了買一送一的Caudalie面膜 哇 真的很划算 不過我有洗少少還手的 我一個朋友是住在他們的專門店對面 所以他們翌日就幫我衝過去 買了一個我留貨的面膜 我自己就入手了兩個 都是他們的保濕系列 因為我用完他們的保濕精華之後 是大愛 兼且他們同系列的日霜 找一下在哪裡 就是這一盒 因為整個系列我都很喜歡 覺得他們的保濕效果做得很好 所以我就很有信心 一次過入兩條的保濕面膜 總之我很喜歡儲同系列的人 接著下一件是化妝棉 最近我很想試一些貴價的化妝棉 幫大家做白老鼠 試試是否貴一點 真的好用一點 因為我聽說Albion的化妝棉 是很有名的 質素很好 所以我就去了他們的餐廳買 誰知道他們有兩款 一款是40元一包 另一款是70元 他們的分別是有機化妝棉 包裝是普通化妝棉 因為我選不下手 所以都是$81而已 所以我就買回來試試 他們有多少塊呢 這個有120塊 這個也是 所以差不多一倍價錢 試試吧 我不小心動了鏡頭 接下來就是分享一些運動衣 因為很多朋友都會問我 穿什麼運動衣服 我的身形又細粒 背脊又薄 上圍有些肉 究竟什麼類型的衣服才會適合我呢 之前我就跟一間IG購物 他們合作搞了一個give away 我試過他們的衣服的質地 是非常非常之好 所以不是送 我自己買回他們的衣服 大家give away有禮物收 我自己是要買的 這件是青色菌白邊的背心 然後裡面有胸墊 它做得很好的地方 就是胸墊這裡是分開了 所以如果我的胸下的位置出汗 大部分的汗都會在橡筋上吸 前面就沒那麼容易有汗積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質地是很舒服的 然後它的彈性是超級無敵大的 是一些韓國製造的運動衣服 然後到第二件我就買了一個比較普通的 一個很正常的運動背心 後面就是這樣Y字的 之後一樣都是很有彈性 以及一樣都是有空墊的 然後到第三件 它的顏色很難形容 是藍藍綠綠的Pastel色 然後我買它最大的原因 就是它背後的繩子是很漂亮的 整個人的背面是做得很有細節的 但這件就要留意了 如果你跟我一樣都是上圍比較有肉 然後背部比較薄的話 它的承托力是差一點的 我穿著它做一些跑步動作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那種動盪 所以做一些比較靜態的運動 這件會比較適合的 或者行山都OK 但如果你平日出街跑步的話 我覺得這件就不太建議了 然後在同一間店我還買了這件的上身衣服 是漂亮得爆炸 一個很鮮艷的紮染綠色 真的超級漂亮 而且大家會看到它的質地是很舒服 很薄 很柔軟 穿了的時候你感覺不到自己穿著衣服 我一收到它摸上手的時候 就已經很喜歡 立即洗第二天立即穿出街 還立即拍照上IG 實在太喜歡了 這麼鮮艷的顏色 這麼舒服的質地 現在夏天不穿 等什麼時候 說起衣服 有一天我入長洲之前 在IFC有多一點時間 去了BRANDY MEVIL看 之後不小心手滑 就入手了四件衣服 第一件就是我一眼就已經看中了 然後非常適合我的風格 還有我最近減肥有少少成就 之後我就很勇於穿一些背心 上面是很簡單的吊帶 之後中間是扣扭的 然後有一個腰線位再這樣擦出來 遮到圖男仔 他們這牌子的衣服就有一個缺點 他們是one size 所以早前我還是很肥的時候 我就真的賺不下這些背心 但是現在有少少成功感之後 我又覺得可以嘗試 另一件都是買了背心 是本身沒有看到它的 然後在收銀的時候 然後那個貨幣在那裡 我就看到一件背心在它旁邊 我就說我想要那件 就入手了這件超可愛的藍色裙 上面的圖案是小天使來的一個短板背心 人矮穿這些短板真的無敵 如果你高的話 你又瘦你穿著它是可以露池 是另一個性感的 但是我腰只有1cm那麼闊 所以就沒有東西露到的了 純粹它不會過場 還有一個很合身的背心 也是很不錯的 這件我就不夠膽單穿了 衣衣都不是青春無敵 我會穿一件小褲子的 但是它的裙邊的顏色 我覺得調得很好 然後去到第三件 就是我找了很久這類型的外套 就是這個 它又不算爛又不算線 質地很軟 很舒服 之後中間就沒有任何的扭 只是這個綁蝴蝶結 例如穿一些背心 或者穿一個黑色的頭 然後你加這件是很漂亮的 純粹是開心分享 到最後就是買了一條 純粹是好奇的褲子 這條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換 我想換顏色 是$110 就是因為它這個浪位 它做了一個大U字 沒有任何中間的摺痕位 我覺得很有趣這個Cutting 我就試過 尺寸是穿到 但是這個顏色穿在我身上很骯髒 我就想去試試它們有沒有其他顏色 我留了單單看下個星期 可不可以去換 會不會覺得今天這條影片 真的拍得很歡欣 因為我覺得很多東西 都是買得很划算 而且很喜歡 很想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有看我的IG story的話 應該有些很划算的優惠 你都會跟到我買的 是不是一樣有這個興奮的心情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早三更星期日更早12時 我都很想大家分享給我 你們最近買了什麼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